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生生不息宝岛季将于2月8日开启录制 已经有不少报名现场观众的人陆续接到了电话 网上有一位网友因为自己喜欢毛不易 而第一次录制时间是周内工作日 就问工作人员有没有毛不易都有哪些人 工作人员给了个大概的阵容 和之前网络曝光的一致 就是那13位歌手 网络也都基本在陆续确认这些歌手确实即将参与录制 内地歌手华晨宇、张亮颖 这两位确定是一定会有的 两位也都是华语乐坛内地歌手顶梁柱 尽管华晨宇黑粉很多 但也丝毫不会影响这档节目的最终热度 毛心灵和张绍涵也确认一定是有的 从天赐的声音似的常驻歌手阵容没有张绍涵后 就可以确认张绍涵加盟了生生不息宝岛季 这次也是见证他与王心灵之间人气与实力的时候 徐怀与人嫌弃也确认必然会在 有了之前湖南卫视晚会两个人的合唱合作 再在宝岛季同台亮相 说不上还会有新的歌曲对唱合唱 以目前公开的13位歌手阵容来看 对标岗乐际歌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尤其是终生代歌手这块赢了 岗乐际歌手最缺乏的就是终生代歌手这部分 前辈歌手林子祥 叶倩文 新生代歌手丹一纯 毛不易 刘希君 安琪等等 终生代歌手阵容相比较宝岛季而言薄弱 宝岛季已经公开的13位歌手中 可以归为终生代歌手的有 张文婷 黄丽玲 张亮颖 张绍涵 王心灵这五位歌手 出道时间基本在03年到05年之间 相比较李宗盛 人嫌弃而言属于终生代歌手定位 对标岗乐际的差不多出道时间的终生代歌手 李健 周笔唱 宝岛季的终生代歌手人数上和人气上 肯定是要超越岗乐际的 岗乐际阵容上前辈歌手和新生代的占比较高 终生代阵容上偏薄弱 可能也是粤语歌曲的限制 不得不偏向请一些会粤语的歌手来支撑 但宝岛季则不同 宝岛的流行音乐可谓是陪伴了80后90后的整个青春时期 受众群体更多 可选择的歌手更多 大家都呼唤的周杰伦 林俊杰是不大可能来了 他们的事业重心基本都放在了歌字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 对于殷宗这块显然不是他们2023年的工作重心 目前节目邀请到的13位歌手 我们按照资历排下来 李宗盛 任贤奇 吴百 徐怀玉 范小轩 张绍涵 王心灵 张文婷 黄丽玲 张亮颖 华晨宇 陈丽农 告五人 宝岛歌手人数占大部分 内地歌手阵容应该还会补充 至于大家期待的女歌手萧亚轩 孙燕姿是不可能来了 你们最期待的是哪位歌手的表现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